英文发音要发的标准 秘诀在于舌头的位置 如果你知道舌头怎么放 长音还是短音 你就可以发出相对标准的英语 自己会很有信心 而且能够听 能够说得出来 比如说英文的牛排叫做steak 而英文的棍子叫做stick 可是我们成年人 因为不像小朋友一样 听到声音 我们就可以相当标准的发得出来 所以我们需要别人来提醒你一下 这个技巧在哪里 所以我们就要告诉大家这个秘诀了 长音就要长 长音就是好像要发成两个字的感觉 所以你要steak 而这个棍子是短音 它就是又短又快的短音 如果你要请我吃牛排 你要说steak 千万不要说成steak 请我吃棍子就不太好了 所以一个steak 一个steak 这样子又清又楚 你念出来别人听得懂 不会闹笑话 你就有信心 你就胆子了 你就开始可以讲了 千万不要忘记了 英文的两个基本的底子 一个要声音 当然你还要讲成一句话 那叫做思考 那么声音就是你要反复的练习 最重要的就是 因为我们不是小朋友 我们必须要有人提醒我们一些技巧 这就在于舌头的位置 这样子我们学了 马上学得到 记得住用得出来 这个字steak 这个字steak 学到了吗 我们再来看下面的例子 这也是长的 所以你就好像发生两个音 steel steel 这是偷东西 但是仍然跟偷完全没有关系 这就是又短又快的 it it steel steel 所以上面呢steel 下面呢steel 那么这个字如果你觉得还是发不好 其实你可以把嘴撅起来 好 撅起来 steel steel 这样子就ok了 我们就一起撅着嘴一起来 steel steel 6也是一个短音 也是撅着嘴 six six 所以撅着嘴就发出这个声音了 still six stick 相对的 这个sex叫性别 舌头呢 却要往下 轻轻地念A的声音 舌头向下 sex sex 一轻二楚 所以各位朋友 声音发的准 就是在于这些舌头的位置 这小小的技巧 在我们的面授课程里面 我们就是手把手带着学员呢 一个字一个字的念清楚 念清楚就有了信心 更敢念 更喜欢来 说英文了 我们把这几个字 再来练习 steak stick steel steel six sex 好了 更多进一步完整 详细 一步一步 带领大家学习 的课程 就请大家参考我们的 线上影音 面授 或者是寒授的课程 大家一起 加油啦 再带领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